再钓一个星期 渔情还是不行的话 连夜买站票走人 亲爱的父老乡亲大好啊 我长空啊 已经 离家钓鱼第六天了 马上一个星期了 目前还没钓过大鱼 得小鱼多 今天早上起来 我直接就换了位置 可能两个人坐一起 归气相冲 容易导致空军 这边早上搬了好几趟 二十分钟 现在的话 先打个窝子 然后把昨天的小鱼拿出来晾一下 今天风还不错 天气也不错 今天打算打一点这个干的老玉米啊 这个罗飞吃不动 能 留窝久一点 然后再夹一包的老潭五谷炸粮 4米5的干子就打这个维他米 掉掉G 5米5的干子就打 coisa 1个立决 1个олов 不知道吗 不知道吗 这样子打窝 鞋子鞋子都不要了行不行啊 这什么操作啊 今天搞顿青菜吃才行 不养身体 营养不均衡 用啊 能在外面吃上两个菜 不是一般人 可以 马上用玉米炒饭也可以 吃得完吗 应该吃不完 两条半的玉米 玉米好吃啊 一晃就到了下午 根据我这几天的观察 就是取风浪的时候 或者是下午的时候 比较好钓 开点耳料看一下 今天这个位置怎么样 再钓一个星期 鱼群还是不行的话 连夜买站票走人 这耳料都要开硬一点 钓戳耳 又是小鲤鱼 又是小鲤鱼 哇 哇 来这么久 这条鲤鱼最大 可以呀 这个位置第一天就上鱼了 又来了 连上两条鲤鱼 你妈呀 来了 我是罗飞 有点拉力啊 鲤鱼 漂亮 又一条 这条比较瘦 这条应该是产完软了 这么瘦 看到没有 很漂亮啊 金黄金黄的 爽啊 大家伙喂 我什么鬼东西啊 我这么够力吗 鲫鱼 我这个金颤颤的 哦 哎呦哎呦哎呦哎还好钓鱼户里了 富老乡亲呢 一座又是一天 今天虽然是钓到几鱼了 但是 数量还是有点少 还是 不太满意啊 再守几天吧 看情况吧 不行的话 回去钓小孩够了 哎呦服了 没脾气 挺漂亮的几条鲫鱼 五条 今天就这样 明天再继续努力吧 这